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秒飞食物,我是飞哥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非常下饭的菜 如果大家学会这道菜,至少可以多干三碗米饭 首先我们准备300克腌制好的牛肉和自己爱吃的配菜 一小块姜,蒜头,干辣椒,小葱,花椒,豆瓣酱,还有一块火锅底料 大家在选择牛肉的时候最好是选择这种不住水的黄牛肉 牛肉只要打了水,一般吃起来都不够清甜的 今天我选择的是带有一点肥的牛肉 这种牛肉吃起来特别特别嫩 这一块有一斤,昨天已经拿了半斤拿来炒姜葱牛肉了 不住水的牛肉,其实一斤切出来的很多的 我们先顺着它的油,把它改刀分成块 切好块了以后,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纹路 大家可以看这个纹路甚至一丝一丝的 我们不能顺时切,因为顺时切有可能会咬不动 要想牛肉吃的滑润,必须顶时切成薄片 刀工好一点的同学,可以再切的薄一些 牛肉切的越薄,吃起来的口感就会越润 把它均匀切成这样一片就可以了 切好了以后呢,放到一个大一点的容器里边 现在开始腌制,加入一些米酒 再加入一点生抽 蚝油 少许白糖增鲜 先用手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不住水的牛肉在腌制的时候都会很干的 它会迅速的把调料吸收进去,从而更加的入味 等到牛肉把全部的调味料吸收入味了以后 加入一些清水 一般不住水的牛肉 一斤牛肉可以打入三两的水 也就是150克左右 大家看,现在加进去的水 里面的牛肉水汪汪的 但是一会儿搅打了以后 它就会把里面的水全部吸收进去 在搅打牛肉的时候要朝一个方向 一边搅一边打 现在是大概搅打了有一分钟左右的效果 牛肉已经把刚才我们加进去的三两水全部吸收进去 这个时候呢,我们加入一个蛋清 加入蛋清能够使牛肉吃起来更加的嫩滑 用同样的手法朝一个方向搅打 还是和刚才的手法一样 一边搅一边打 打了两分钟以后 基本上蛋液已经被牛肉完全的吸收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入两勺的玉米淀粉 大概10克左右 用手再次朝同一个方向搅打上浆 玉米淀粉能够很好地锁住牛肉里面的水分 好了,我们的牛肉搅打上进了以后呢 加入一些食用油封面 只需要用手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加入食用油的目的 第一可以防止牛肉粘连 第二可以防止追干 做这一道菜 大家可以选用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我比较喜欢吃豆芽和云耳 清洗干净了以后控水被用 姜先把它改刀切成薄片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丝 接着再把它改刀切成姜末 带皮的蒜头先用刀拍打一下 这样就比较容易去皮了 现在是春天 蒜头呢特别容易发芽 不过没有关系哦 把它切成蒜末 炒起菜来还是很香的 切好了以后把蒜末和姜末分别放入碗中备用 切成蒜末 切好了以后也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些干辣椒把它切成小段 我选用的这种干辣椒是不怎么辣的 能吃辣的同学可以选用一些更加辣的干辣椒 所有的配料准备好了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 锅里面油热下入蒜末和干辣椒炒香 豆芽和云耳下锅大火爆炒 调味的时候只需要加入盐来增加底味 把它翻炒至断生 就可以先把炒好的配菜盛出来垫在碗底 如果牛肉太少大家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配菜 另几锅烧油 油热了以后下入姜蒜末炒香 再下入豆瓣酱 要迅速的把豆瓣酱炒出红油 接着下入火锅底料 用小火把它炒融并且炒出红油 现在闻起来就特别特别的香了 加入适量的清水 在调味的时候加入鸡精 生抽和蚝油 这一道菜呢最好就不用放盐了 因为豆瓣酱而火锅底料都是非常咸的 水煮开了以后呢就可以打掉里面的溜渣 接下来就可以下入牛肉 牛肉下锅了以后 用锅铲轻轻的把它翻动一下 在煮牛肉的时候煮的时间不一过长 等到牛肉变色就可以把牛肉倒出来了 如果大家是想吃完了以后打火锅 大家可以多准备一些汤 牛肉倒出来了以后上面放上一些葱花 蒜末 还有干辣椒 花椒 最后一步 锅里面烧一勺油 要把油温烧到大概200度左右 再把油揪在上面 滋啦滋啦的 现在特别香 此时我的眼泪又不听话的 从我的嘴角流了下来 牛肉呢也是非常嫩的 用筷子轻轻一拉它就断了 这一道菜能不多吃几碗饭吗 这一道四川菜呢我们就做好了 水煮牛肉在四川来说是非常出名的 四川菜本来就油大 它一定要有足够的油 这道菜才做的够香才好吃的 如果油不够的话 你光淋一点点油 上面的辣椒和花椒都激发不出那个香味 像这种菜是干饭菜 就是能够本来能够吃两碗饭可以多吃两碗那种 牛肉也非常的嫩 每一次做好这种菜 我都能多吃几碗饭的 我特别喜欢吃豆芽和云耳 云耳吃起来脆脆的 也是非常入味的 嗯好吃这个 四川的水煮鱼 水煮牛肉毛血棒水煮肉片这些我都是非常爱吃的 水煮的菜特别喜欢 越吃越想吃 这种菜就是非常的开胃 油而不腻 它有很多的油在里面 但是它吃也不腻 在四川吃火锅 它那个油都是厚厚这么一层 这种菜还是在家里面做比较健康 因为在饭店里面用的油也不知道又是什么油 因为我之前在四川菜馆还在做菜的时候 我那个饭馆之前有回收油的现象就是 上面这个油经过冷冻了之后它就会结成一块 然后用火把它炼出来 把油炼出来 这样的油呢做起来吃起来更加香 但是不健康 但是不健康 好了 本期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帮忙点赞 收藏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